好 來 我帶你往鼓勵洗一下 老二 你懂 你了解練叉法的想法嗎 它本身本質上是分點公式喔 那 考試的時候 同學我問你 你會這樣做嗎 來 看我這邊 你會這樣做嗎 當然不會嘛 因為這樣做 你瘋了嗎 你把4乘0.4乘62 加6乘0.4378 再除以10 這個當然不會這樣做 但是以前我們的學者還是指考以後考過 他考過選擇題 他的選項裡面就有這個選項 他就問你說 同學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點的那個坐標 是不是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說 它本質上是分點公式 但是實際上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這樣做 同學你告訴我 實際上在算這個y 你會怎麼算 其實真正在算這個y 你會用小朋友的做法 你知道什麼叫小朋友的做法嗎 所以你看喔 我想知道這個y是誰對不對 就簡單耶 它就是 0.43多少 6 2 再加上 你把這一整段把它分成幾等分 10等分 它占多少 6 所以你就乘上多少 加上10分之多少 10分之6的這一段的長度 那這一段的長度就是 0.4378 減掉 0.4362 就是這樣 0.4378 去減掉 0.4362 所以你實際上在算的時候 你應該是用這個去算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理解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個去理解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那個內插法其實概念就是這樣 以前假設這個內插法 我會用好幾種方式講 有時候還會講那個什麼 以前還會用什麼講 那個叫做相似三角形來講 然後甚至還會介紹另外一個 叫什麼 你看參考書 有時候它會介紹一個叫王字比例 課本就是用王字比例圖來教 但是我個人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講很多 你們都會忘記了 我覺得我們講一個就好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內插法 我現在把他的想法再整理一下 來 看我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 包圍車機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這個內插法很簡單 看這邊 一個函數在極小的範圍之內 你聽懂嗎 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 這個函數的行為 我們可以用一條直線去近視它 雖然在近視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誤差 可是在極小的範圍之內 同學 這個誤差其實非常的小 所以同學 內插法在什麼時候使用 才有數學上的意義 要在極小範圍內去使用才有意義嘛 也說老師 如果我在很大的範圍內去用內插法 那意義就不大 因為你的誤差會變得很大 對不對 那就沒有意義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內插法本身很簡單 你看那邊 你就想法就是 它就是分點公式嘛 平行線結比例線段嘛 所以比例相加分是什麼 交叉相成 就這樣子 好 大概內插法的想法就是這樣學而已 來 我舉一個例子喔 來 你把這個例子寫完 我們今天內插法就犯獎了 差不多了 好 來 來 我寫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讓同學自己試一次好了 其實內插法你該知道它原理就行了 好 來 這個例子是這樣 來 同學你自己試一次好了 如果我告訴你 log 4.37 這個以前我們學校考過 來 4.37 它的值叫做 0.6405 然後我告訴你 log 4.38 來 等於 0.6415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log A log A叫做 0.6412 好 然後求什麼 我跟你講它考試就求這個 它問你求A大概是誰 這內插法不用做很多題了 你只要做一兩題就可以了 欸 我可以幫你把它準備好嗎 然後我找個同學上來幫我完成 好不好 這很簡單喔 同學內插法 我教你一招就好 我覺得我們要學很多招 以前我們會教什麼 私子比例圖 教什麼相似三角形 小朋友會說 老師你這裡哪裡有相似三角形 來 看我這邊 來 我告訴你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我跟你說相似三角形 其實是在這裡 相似三角形來問你 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講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對不對 相似三角形其實也可以用來做這個比例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用那個分頂公式來做就好 分頂公式我跟你講你就這樣做 因為分頂公式只要配重量 所以跟這個來做結合是很剛好 來 這個LOG4.37 來寫一下 LOG4.37 這個是多少 0.6405 那LOG4.38 我寫一下LOG4.38 這是0.6415 然後這裡有一個LOG另外一個 來LOG A LOG A在這邊 叫做0.64LOG B2 WOW 來 特別你幫我算那個A好不好 這應該看得出來喔 同學 這一段比這一段是幾比幾 看得出來吧 這應該很容易啊 因為你只要分頂公式 一看就知道嘛 6405 這6412 這6415 所以這兩段長度比之幾比型 7比3喔 對吧 那既然是7比3 同學要算這個A 就超簡單的嘛 對不對 你用個比例去算一下就好 來 我抽籤喔 找個同學來幫我寫一下 看你們要先來 那個25號是誰 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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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拿起來 我寫A就好 好不好 就寫這個A啊 這個A 對阿 你就直接上來寫啦 好 直接上來直接上來 OK的 好 再看一下 好 再看一下 人片 你就寫這邊喔 來 A 就等於 4.371 我要算這個 好 你就寫4.376 我寫4.376 我寫4.376 4.376 然後加上 加上 你看這個分式短 所以就加上4.377 長大 然後你看 這4.387 4.373 對 不是 我們是要算這個A 所以你要放下面這樣 就4.38 就4.377 對 你看 不用加LOG 因為我們算的是A嘛 這個LOG我們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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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算一下 這個多少 加這0.7嘛 然後這是0.01 0.00 所以是0.007 對 所以加起來就變成4.377 OK啊 就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謝謝那個人臺 來 趙先生你看這邊 這樣可以吧 你們知道他在做什麼事嗎 等一下你看我 同學 內插法 我跟你說你就學這一招就好 其實當然同學可能會有各自不同的做法 但是同於原理就是這樣 內插法就是分點公式 有嗎 可以吧 所以加上7分 4.38-4.37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答案是4.377 這樣OK嗎 可不可以 就行 行嗎 給你做個練習 有沒有帶課本 沒有 有 少來 課本 課本有一題內插 你們做一次 來 你把課本打開 討厭 討厭什麼 討厭什麼 閃 每次要休息就會來 幹嘛 你要休息你就休息 我又沒有叫你們休息 195 你翻到195頁 來快點 你翻到課本195 195 同學有沒有看到那個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 那個隨堂練習 上面那一題 來上面那一題 你現在洗一下吧 那一題我們給他一個讚就好 來你現在洗喔 他說 LOG 6.43叫做0.8082 LOG 6.44叫0.8089 請問要你用內插法求 LOG 6.436 這個東西你就稍微算一下嘛 就比例 蛤 我不知道答案什麼 你們是不是說 0.8089 他要求LOG 6.436的近視值 你看他左手邊 194頁 你看 他用那個王子比例圖去算 其實我覺得 沒有比較荒 何必啊 何必啊 左邊 對 左邊那個 左邊那個立體5有沒有 他就是用 一般常見的做法 那個王子比例圖去算 我覺得他好 那一個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也蠻多同學會用那個寫法 但是那個寫法 跟我們的寫法本質上是相同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比例的概念而已 你聽懂那個意思吧 我相信你了解 好啦 每個老師的做法不一樣 像我是覺得 你用分點公司去想就ok 用分點公司去想就ok 考試不會強制你用什麼方法 就是 什麼什麼 之前發一張練習券 所以老師指定用那個方法 可是這個不會 這個內插法不會 他哪會說什麼指定你用什麼方法 這個不會 欸 曾志祺寫喔 同位 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